你几点睡,就是什么命,很准,睡眠,决定了我们的一生,一个睡眠不好的人,就会精神违靡,命运不济,而一个好好睡觉的人,则会精力充沛,运气十足,睡觉,是人生的头等大事。 你几点睡,就是什么命,因你熬的不是夜,是命,33岁复旦教授于娟,拼命熬夜工作,做吸饮食毫无规律,不久患乳腺癌实施,24岁的快递小哥,为补贴家用,长期熬夜打工,最后在电梯内猝死,24岁女白礼,月入五万,工作不分昼夜,常常熬夜到凌晨,最终换来一张肝癌晚期的病例通知单, 早在很多年前,就已经有学者研究表明,成年人睡眠时间少于4.5小时,死亡率则会明显增高,你熬的不是夜,是你的命,你以为不过是熬一次夜,可三个月后,你就会习惯晚睡,半年后,你的皮肤变差,整个人无精打采,一年后,你就会发胖脱发,体力也大不如前。 直到有一天,你的身体毫无征兆地爆发,你发现自己心跳加快,腿脚发软,甚至喘不上气,长期熬夜,就是在透支自己的寿命,等同于慢性自杀。 中医常说这么一句话,晚上不睡耗伤阳气,早上不起风沙阳气,熬夜不仅损身体,更损运势。 熬一次夜,补多少觉都无法恢复身体机能,最好的养生方式,就是不熬夜。 当你精气神不足时,就是走下坡路的开始,而一个能控制夜晚,早睡早起的人,从一开始就赢了。 二自律的人生,从早睡开始,长阿寒经中说,至中夜,眼右斜而握,福告诉我们,中夜就该睡觉休息。 那么中夜是什么时候呢?晚上的十点到两点,也就是说,十点以后就算你在精进也要休息一下。 曾看过一个睡眠对应性格表,睡觉在九点前,代表悠闲一族,睡觉在九到十点,代表养生能手,睡觉在十到十一点,代表自律达人,睡觉在十一到凌晨一点,代表社交高手,睡觉在凌晨一点以后,则是熬夜王者。 为什么你很难早睡呢?最大的问题就是,懒而不自知,知而不能改,改而不能恒。 真正自律的人,把睡眠看得很重要,所以喜欢并习惯早睡。 佛家早晚要做功课,就是在保养精神,守规则,有规律。 如果连这样的规律都做不好,还谈什么修行迟道呢? 同样的,一个连早睡都控制不了的人,又何谈控制人生。 要想自律,先从早睡开始。 你入睡的时间,就是你的性格,而你的性格,决定了你的命运。 早睡,看似微不足道,却能改变你的一生。 保持规律的作息,生活也会变得轻松自在。 真正的智者,先从早睡开始。 三真正厉害的人,懂得掌控睡伤,曾有一个年轻人问禅师,什么是修行? 禅师回答,吃饭是吃饭,睡觉是睡觉。 只有心中无事宜身轻,才能轻松早入睡。 睡觉,就是修行。 一个可以安然入睡,不受烦恼干扰的人,才是真正的高睡商。 主动掌控自己的休息节奏,就是在掌握自己的命运。 牢记以下三个睡眠小诀窍,快速提升自己的睡眠质量。 一,睡眠环境要紧。 睡前不玩手机,营造一个安静舒适的睡眠环境,是成功入睡最关键的一步。 二,睡眠已早。 如果脑中思绪纷飞无法入睡,最忌讳的就是辗转思虑,此时最好静坐,闭目养神一刻钟在入睡。 三,睡时最好一切不思,可以给自己一些心理暗示,调云鼻息,静听呼吸声,由醋而戏,渐渐化为无物,自然睡着。 心经中说,心无挂碍,无有恐怖,好好睡觉,给自己心灵放假,才能轻松入眠,远离烦恼。 好的睡眠,是治愈一切的良药,死好好睡觉,你就赢了,每个人都会睡觉,但未必都会早睡觉。 熬夜,是对身体的不负责,更是在透支人生的好运。 睡眠的好坏,能影响我们身上的事,在佛家看来,一个人的运势,其实就是他的精气神。 一个熬夜不休的人,身上的气场暗淡无光,生活自然寓意不得志。 一个睡眠充足,精气神饱满的人,必定是由内而外地散发光亮气场,不断改变周边的磁场,为自己吸引来充足的好运。 男怀锦先生说,某人气色好,气色也是肉身上的一点光明,把气好好补气,脑力,定力一切会好,气充足了,运气就会好起来,好好睡觉,养好精神,好运自然来。